护国神山台积电是台湾股民们心中最稳当的依靠 但近期一圈让不少股民心惊胆战 台积电股价跌跌不收 今年以来从历史天价688元 重重坠落250元 到上周五收盘438元 市值缩水约4.58兆元 美股同样不乐观 超微不仅大跌13.87% 台积电ADR也下错6.01% 美股台股上周一片道 让明天开盘恐怕也不太理想 整体不论是这一季还是下一季的表现 都是低于市场预期 而且整个财报的一个发展 好像是持续的往下行 礼拜二开盘台积电的表现 我们认为还是保守看待 尽管股价今年以来下错250元 还是有不少股民力挺到底 根据台湾集中保管解算统计 台积电股东人数截至10月7号 大增50万2423人 领股股东更是从53万5604人 暴增至85万8153人 再次创下新高 也让13号到来的法说 会成为半导体产业风向球 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难度还是相当的高 除非台积电释出非常乐观的言论 不然基本上这个礼拜一定都会受到 台积电财报 整个法说所带来的气氛 会变得比较保守 台积电的法说也即将在本周是下午召开 市场对于半导体扩存的调整这个问题 始终是有一定程度的疑虑 半导体业者挑战再度来临 美国再次祭出严格的管制手段 不只禁止美国本土晶片输出中国 现在就连禁忆体领域也被禁止外销 但英国金融时报就分析 这次美中半导体科技战将在全球科技业 引发海啸及冲击 不仅大陆企业可能会被打回石器时代 外商也将连带受到牵连 经济部回应这次美中科技战 对台湾其实影响不大 专家也分析美方招手让台积电赴美设厂 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台积电能建度 更能强化台美供应链合作 华语新闻宋军一张亚株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